今晚起雨勢逐漸增大 明天将出现超大豪雨等级雨势 台北市即将进入梅雨 午后雷震雨及台风豪雨的浩发季节 为了降低灾选 每年年初启动相关工作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灾害应变中心主持演习 以模拟台风来袭 且与东北疾风产生共犯效应 预计对北市带来丰沛雨量 实施的演习项目包含水患自主防灾社区演练 题外停车场通报及撤离 苏扇门管制作业 坡地灾害抢修 及陆树倒塌清理演练等 去年10月因为泥沙台风 与东北疾风带来的共犯效应 带来剧烈的雨量 造成台北市内湖区康乐隧道 边坡坍塌 题外停车场淹水等灾情 所以这一次的演习 我们特别以去年泥沙台风的状况 为一个范本 将相关防灾抢险的工作再进进 今天的演习除了基础防汛设施 操作演练之外 还有两项精进的重点 第一 训言因为强降雨 造成河川水位上涨迅速 造成许多的车辆 没有及时撤离 发生泡水的现象 我们发现车主大多 依赖输散门关闭及脱掉的时间 时间到了 才去将车辆移出 因此在紧急状况之下 没有办法做到完善的防灾效果 所以我们在检讨之后 今年开始我们不再以 疏散门关闭的时间作为参考 改以疏散门发布 指出不进的通报时间 作为参考依据 当发布之后 疏散门周边区域 我们同时搭配 开放黄线停车 同时也方便将车辆 撤离停放 并且于发布四小时之后 开始进行脱掉作业 相信这样的改变 加上市民朋友的配合 可以降低相关的风险 第二 极端气候带来的自然灾害 非常的多变 当突发状况来临的时候 如何在第一时间 让第一线的社区 能够自处防灾 并且协助救灾 这不仅要提高民众的警觉性 更要及时发挥应变的能力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感谢 内湖区大湖里 碧山里 松山区安平里 北投区易德里 大安区群衔里 士林区福花里等 今天针对土石流疏散 题外停车场疏散等等 参与防训的演习 那我们现在回顾去年 泥沙台风的一个状况 这是去年最主要的事件 那泥沙台风主要是 没有经过这个清洗台北地区 那他是从巴士海峡通过 但是因为他的季节 刚好外围环流 共伴季风 产生共伴效应 产生了自灾性的大量降雨 就是过去是以疏散门关闭 往前推一定时间来进行 开始脱掉撤离的这个宣告 但是过去常常因为这样 民众在这个 等待疏散门关闭 那迟迟不离开合并 而真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像去年的泥沙台风 造成这个撤离不急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修正成 疏散门发布只出不禁 经过四小时 即开始撤离脱掉 这也代表告诉民众 宣布只出不禁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开始进行 撤离的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 庭管处也做相关的经济 在行动APP上面 我们会加强提醒 所以未来这些撤离 还有这个脱掉的相关资讯 会透过台北市政府的官方线 行动防灾的APP 还有台北东APP 来送达投放到民众的身上 那另外在简讯的优化部分 因为过去有一个问题 就是简讯投放没有达到 这个实际在停车的车主身上 所以未来也会 这个富士的双向确认机制 收到讯息 请车主十分钟内回传 如果没有再度以简讯 还有语音来做通知 那每年停缓处也会针对 防讯期前更新通知的名单 今天的演练 总共有包含三个大面向 主要的演习的蓝本 是依照去年泥沙台风 所面临的状况来做编排 那第一个面向主要是外水抵御 主要有两项 一个是防洪设施疏散门起闭 第二个是题外停车场通报及撤离 以三角度停车场为例 第二个部分是内水排除 主要有抽水弹自动化操作 移动式抽水机操作 第三个部分是灾害应变 主要有水灾保全撤离 土石浅室溪流疏散撤离 坡地灾害抢修 路数倒差清理 水患自主防灾社区演练 另外蒋花安也现场随机抽选抽水站后 以视讯直播方式连线 至抽水站总管理中心 让水利处同仁进行抽水站 自动化演练 顺利完成水位上升时 抽水站启动相关机组 及时投入抽水作业 记者温宇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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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